我們有一份表給大家的就是 人民力量2011年區議會選舉參選資料 其中一部分我們主席已經說過 大家看到其實我們平均年齡都是很年輕的 在那個表裡面年齡分佈那裡 18至25歲那個應該是21至25歲 因為18歲是不可以參選的 18歲是可以投票的 應該是21至21 即是會連25歲以下的 即下25歲的我們都有7位候選人 其他26至35歲有23人 36至45歲有11人 46至55歲有10人 那些老餅就有四個拉低了那些平均年齡 四個 那些原來在地區上服務了很久 值得留意就是35歲以下 其實加上30人 已經是我們現在初步參選名單的一半的人屬 是 超一半 剛才學你那裡也說了 好 按立法會那個分區 剛才主席也說過 按區議會的分區裡面 我們有個表大家可以看到的 其實我們知道今次的選舉 有400多個選區 是吧 我們只是參選其中61個選區 比起民建聯和民主黨 我們人數都算是少的 但比起其他政黨 我想我們的人數都可以排在第三個了 我們今次參選有一個特色 就是61人之中有59個空港 只有兩個原來的區議員 一個是陳偉業在荃灣 另一位是麥葉成在元朗 是我們現在人民力量現任的區議員 陳偉業會放棄了他來成選區的連任 我們找另外一個人去參選 他另有特別任務 這個特別任務就是 大家有些新聞焦點 在選區的劃分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新界西和九龍西最多人 這個一點都不奇怪的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是59個空港 空港的意思就是 我們這些參選人 在地區上面 他又不是區議員 地區工作 以往沒有什麼參與 是吧 是第一次下區就去選的 通常過去的經驗 這一種參選人 多數都是 就是 慘敗收場的 OK 所以我們是不會在乎 那個席位的得失 正如我們剛才主席所說 這個是一個新民主運動 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給選民 在傳統這個保皇黨 建制派和這些所謂 大家經過協調 分餅仔出來 那些所謂民主派的候選人裏面 在這兩種人裏面 給大家一個新的選擇 這個新的選擇 亦都是要令到 整個民主派的政治光譜 拉闊一點 另外就是 選民要有得選 是不是 起碼給多個選擇 為什麼一定不是投給民協 就是投給民建聯 或者不是投給民主黨 就是投給工年會 有兩個抽一隻 我只能夠選一個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意義 但是很多新聞界的朋友 比較關心的就是 你去跟這些民主派 協調了的位子出來 跟他去抽 那你便宜了建制派 那這些就叫做追擊了 但是我們這個 不是叫做追擊 因為它兩種 譬如說你偽民主派和建制派 我們當它是同一路人馬來的 亦都是給選民 你要多一個選擇 在新界西 我們會人數比較多些 和九龍西人數比較多 因為我們有兩個立法會員 而這兩個立法會員 其實從這個 新界西和九龍西 我們特別多人參選 亦都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兩位立法會員 都長期以來 特別是大舊 我是幾年 我們是在地區上不斷經營 是不是 你怎麼找到這麼多人去選 是不是 你有兩個立法會員在 你就有辦事處 譬如我在九州 我四個辦事處 我幾個辦事處都有人去選 在選區那裡 所以這個就是 你看到九州和新界西 特別多人參選 原因就是 因為有陳偉業和我 是立法會員 我們有地區辦事處 我們有做地區工作 在那裡比較容易 認識到多些人去參選 其他的區 譬如好像九東 很少人 新界東 我們有前線在那裡頂住 是不是 都有些人 港島區 有個選民力量 這些帥哥哥也在那裡頂住 是不是 那我們整個 所謂票債票償運動 這個就是撥亂反正 人民力量撥亂反正 整個運動 我剛才說過 第一 我們要給選民多一個選擇 是不是 很悶的 如果不是 為什麼整天不是 投給這些所謂民主派 就是投給這個建制派 是不是 所以我們必須要 給選民一個新的選擇 另外就是對於那些杯葛五區公投 支持政改方案的 這些所謂民主派 要用選票去懲罰他們 我們不叫這些叫追擊 因為我都當他們追擊我 大哥 我下去選 是不是 就是有一種論述是 記者很喜歡問的 你就是跟他的論述 為什麼這樣就抑了建制派 那我們反過來問 為什麼 如果他認為抑了建制派 為什麼他不退選 給外選 那就不會抑了建制派 是不是 還有這個選舉是公平公正公開 是不是 任何人都可以參選的 我們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那些小區 我們就沒有公佈的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要報名之後 我們才有一份詳細的 就是每一個區 就是那些小區 我們那個參選的情況 而且我們的人選 可能還有一些電動的 正如剛才主席說 我們是執委會 剛剛通過了 就是那份初步的名單 當然新聞界比較關心的 就是什麼人去選 譬如馬草黎 會不會去九龍東 陳宇蘭 是吧 我們有些 譬如說民主派 那些參選的地區 我們是不會去的 譬如公民黨 和社民連 因為公民黨和社民連 是支持五居公堂 反對政外方案 是吧 所以公民黨 或者社民連 有參選的地區 我們都不會跟他們競爭 是吧 這個就是 雖然我們沒有參加協調 但是就是 表示友好 是吧 那我們就不會去參選 是吧 而且我們的目標 是很明確的 就是那些支持政改的民主派 是吧 我們要給他們教訓 但是這個教訓 不是我們去給 而是通過我們去參選 給選民 有一個機會利用選票 去教訓這些出賣民主的 所謂魏民主派 是吧 那這個就是那個選區 劃分大致的情況 因為我們的條件局限 但是我們現在都會呼籲 多些年輕人參與的 所以可能不止61人都未定的 到最後 是吧 那這個名單是初步第一份名單 那我要講的就是這麼多 那如果看看大家有些什麼問題 那陳偉儀和我和主席都可以回答你 或者我們在座 還有林宇洋 他選民的兩個主席 也是我們人民的兩個執委 還有就是這個前線 就是幫前線起死回生的這個恩新港 也是我們人民的兩個副主席 那大家有些什麼問題都可以問的 OK